各位當年,大家早上,在上禮拜的調教協商由王金平主席的調教協商裡面 本來鋪鋼鐵漁禁委員會做這條例, 關於鋪鋼鐵漁百萬鐵漁金的這個法案,是在今天議會第一個案。 但真不幸,現在已經沒看到。 第一個案是什麼呢?是國民黨永遠要殺的,反對十八八解決的法案。 坦白說,王金平主席調教每一個政黨的三黨都籌議的調教協商,竟然沒辦法讓人露室。 王議長代表立法院議長的尊嚴,讓大家討厭。 對立法院這種敵術的敵路,我覺得遺憾於我, 是像我也替王金平、王議長感到尾群。 在這裡我要嚴慮堅決,馬英九、馬主席, 為了選舉的可能,勞工的權力無果, 跟人家故意勞工到十八%的選民。 這種的行為,圓圓轉轉無法跟社會交代。 第二項,也是關於十八%的事情。 因清風命案,大家都很清楚, 這是勘承到拉法院的軍購案。 其中的回扣也是一樣十八%, 勘承的勤壓將近兩百億新代表, 有五條金命來送人去。 我要向社會報告, 十二月扯到達佑這天, 就因清風希望十三年的祭祀一日。 郝博春,他的公主, 郝隆斌所挑的每次市長, 登記的購物,五條。 五條, 他挑到五條的時候, 我們在電視裡面看得到,他也很害怕。 我在那時候要向社會說, 近期,最近高減市,查黑中心, 他的起訴書裡面說得很清楚。 人家法院的弊案,不是現主市所起訴的, 這些勘承的軍官,有辦法做友的。 最重要的人,就是參謀總長, 就是郝博春先生。 今天郝博春, 在檢察官起訴的文在裡面, 講得這麼清楚了, 他的兒子, 他還有辦法參選, 台北市的市長。 難怪啦,難怪。 難怪他們清風, 他們說死, 白酒都不願意。 在那十二月扯到, 他早期的這天, 十三年後, 來選舉。 十八八的公平正義, 就在那十二月扯到的時候, 台北市的市民, 大家來主持共同。 好。